接著有一類 你放屁 不是 你放屁 你放屁嗎? 真的嗎? 好臭啊 你是不是急事啊,Sofa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拍一條Q&A的影片 算不算呢? 去年就做了一個Q&A 就是關於長洲的 那今年我就想有一點不同了 不說長洲了 反而我就想看看大家會不會對這個 同居的生活 或者我們這種半同居生活 有好奇心或者有興趣 那就做一個小小的分享仔 沒錯,如果大家對她的影片有興趣呢 那記得Subscribe她的Channel Channel在這裏 鐘仔在這裏 還有Follow她的IG 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的指數了 最多最多人名的問題 就是家務究竟怎樣分配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 原來大家這麼有興趣的 因為在我心目中 就是哪件事我願意做 那就做了它 然後對方願意做的 他又做了它 然後總有一些是大家都不願意做 就要是賺錢去解決 請家務助理 要是大家耐心它 那這位先生你怎樣看法呢? 好吧,那我們說一下我們這家屋 怎樣分配呢?這家務 我煮飯 我洗碗 我吸塵 我拖地 然後還有其他東西 換床單一起換 然後去到一些 蛋掃除的日子 雖然很少的 說笑而已 我不要說我自己不想做的事 就一定要去對方做 這件事我覺得不是太公平 可能對方也不想做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總之就是大家溝通無合 一起做了整件事出來 我們也沒有因為家務這件事叫過交 第二個很多人問的問題就是資出 金錢上怎樣分配 其實我們都沒有太特別去計算的 可能他多一點我少一點 或者有時候一半一半 或者我看到他上星期已經花了很多錢 那今個星期我就出了 通常都是誰人包有錢 對,我人包長期都沒有錢 我的錢是窄袋的 所以可能錄卡的地方就是我錄 即現金的地方他給 我們大約可能都是這樣 也沒有因為錢的東西吵架過 我覺得錢可以解決問題 就不是問題 這個永遠都是我的宗旨來的 問題是怎樣?賺錢而已 這個我們等一下一條片再說 然後有一位觀眾就問 搬了出來是多了還是少了 我覺得要回顧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一個人搬了出來住 有很多人進入同居生活的話 有人幫你分擔會少了 但是如果像我們兩個這樣 本身都是同家住的 即是那些住米大蟲 吃家的住,家的那些 小小我是家的吉祥物 怎麼說呢? 平時的娛樂又少了 然後顫抖勻一點 但是我覺得整體上來說 都應該是多了少少的洗費 我們搬了出來 起碼是租金已經是一個額外的洗費 對啦 輪到第三位 最多人問關於的問題 就是吵架 或者嚴峻一點分手 或者是意見不合的時候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這樣半同居的情況下 有沒有試過吵架? 當然是有啦 說沒有就騙你的 我們是正常的情侶來的 然後吵架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結果 怎樣處理呢? 我們等這位先生 可以誠實一點去答大家 我先説一下 會哄你? 他真的會走的 好啊 你認不認? 是嗎? 我要冷靜一下嘛 他會回家 那我會怎樣呢? 我就會和Chopper去一輪居家賜 我們這裡太小了 因為如果你真的同居 可能你有聽有課 可能一個人聽一個人的課 或者一個人下街冷靜完之後 都要死死地回來 對啦 還有我們叫的交友 不至於很大很嚴重的 但又不是小小的那種 就是小吵鬧的那種 始終兩個人 就算我們一齊了6年 甚至乎有些人更久 你們的感情基礎打得很好 但一定不夠你 從小到大20幾30年的 生活習慣基礎打得好 例如我家 逢星期六日 假期很喜歡交友的 但她家風格放假 真的是放假的 她們就是睡覺 沒有工作 完全在家休息的狀態 我們倆對於假期的期望 就非常之不同了 例如她經常都在床上 說到我不會起床 你會起床嗎? 我是那種養精促了 你叫我一支箭地飆過去 但是我的星期六日 很想不斷出去逛山 一定要找些東西做的時候 她又覺得很辛苦 兩個都拉句的時候 怎樣解決就是 可能今個星期我們出去玩了 下個星期就休養了 我覺得每一群人都會找到 他們的中間店 他們融合相處的一個模式 之後這條問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也不介意回答的 問的人就說 不知道會不會很尷尬 同居會不會很想有Sex 沒有 因為有時候累了 你明天也有看到了 那就是一天 對 我覺得譬如一對情侶 你們平時很少可以共處一室 一有一個機會 就會不共到春宵 對不對 那之後呢 你可能剛剛開始同居 我覺得 精力旺盛 要精盡人望 但是呢 當你日子內座 就會覺得 今天不明天也有的 明天不後天也是在的 那 的話呢 就可能 我自己覺得頻率會越來越少 那當然啦 有些人可能會繼續 好厲害的 那 沒所謂的 這些要因人而言 接著 這個問題呢 也有很多人問的 就是 究竟同居和結婚的關係 也有一位男生 他就說 覺得同居是保障女生 好過結婚之後才後悔 等等等等這些問題 俗語都說 相見好同居難 所以我也贊成在結婚之前 可以同居一段時間 可能平時約會的時候 你們的相處只是一頓飯 一出氣 我們一起逛街 你不會看到背後的一些生活習慣 細節位 我覺得衛生程度都很大問題 但是我覺得同居和結婚 不一定會加速或者減慢 這個也好看一個人他們的計劃 計劃 還有關於保障女生方面 我覺得不一定只是保障女生 也保障男生 會不會那個女生是很公主的 如果男生原來要照顧他 一切生活所需 然後嚇到他 這件事也是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清楚 最真實 最自在的時候 對方是怎樣的樣子 和自己合不合 然後有一類問題 就是有什麼情況下 有同居的共識 有什麼時間去適合同居 還有如果是女生想同居 男生沒有什麼意欲的話 應該主動去出聲 究竟拍拖多久才一起同居 大家可以多溝通 一起聊聊聊聊 或者你想試水溫 不知道將來我們一起住是怎樣的 然後試試可以拋磚引玉 讓對方自己提出 不如我們一起住 或者去那些地產店看看 這個樓盤很便宜 不知道進去住是怎樣的 可能這樣也有用 那時候每人都說 有張QPON 現在終於一個月很划算 然後有個觀眾就問 他住在男方家 然後男方就期望 女生要照顧他的家人 即是男方的家人 這件事合不合理呢 我就覺得 沒有說合不合理的 看你願不願意 還有我覺得要看什麼程度 有時候可能是尊重長輩 幫忙的話OK 但是如果你說我去到他家 要做一個工人的角色 不如我去自己家 做我的公主 對嗎 但是我去到別人家 我都會懶惰 假裝了 不如我幫忙做這樣 做那樣 如果你真的不願意 然後對方家裡 又真的逼你做的話 我有一個小方法 就是你搞我所有的事情 即是你不願意 沒有人會找一支架子 來逼你 或者叫一個男的住的女的家 然後照顧我全家 公平一點 也有很多人問 我們會不會想著完全同居 比較難 因為我們有Chopper 而Chopper是從小到大 都不會自己獨處 如果我們兩個都做事的話 Chopper很多時候都要自己一個 在家裡 我們又要請一個工人去看著他 開支真的比想像中有點大 所以呢 我們要等這位先生努力工作 然後我可以在家照顧狗仔的話 那就完全同居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也有人問 我們期望 可能完全同居的時候 家裡要多大 對 昨晚我們也有溝通過的 最好有花園 幾千呎 有工人房 廚房 有中島的那些 那就完美了 我覺得最少到一房一廳 有個廚房 有個廁所 基本設備 但OK 不用去到很豪華 很富貴 越大的屋 就越多家務 越多家務 越多家務 就越多咬嚼 然後在雲雲問題之中 終於有一位觀眾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同居經驗 他那時候 跟老公剛剛拍拖 不久 開始同居 那時候讀大學 嘩好厲害 讀大學就一起 是嗎 住屋一起 大學已經有經濟結束 好厲害 拍拖 6年半左右 就12月 去年剛剛結婚 學禮這麼多年生活都沒有什麼磨擦 他就覺得可能因為雙方比較懶 跟我們的庭訪都差不多 難得跟對方爭執 對方喜歡怎樣做就由得他 被充足的信任 自由和私人空間 對方就是一個相處之道 我覺得都非常好 對 我覺得信任對於一對情侶來說 是很好的事 例如他找不到我就會知道我在工作 我找不到他就知道她睡覺 對 對 他約朋友出去 我真的衰得連問他去哪裡都不知道 那他的情況就不同 我出去做什麼呢 他就會一直問我 朋友到了沒有 你吃什麼 你做了什麼 到我離開的時候又會跟他說 其實大家最重要就是 知道對方的性格 知道對方著重什麼 然後去配合 都很重要 好 我覺得這位觀眾的相處之道 都是我理想中的目色 這種相處 聽起來都已經很舒服 嗯 我覺得兩個人同居 一些小小的總結 就是你不要將自己覺得對的事 一定要套用對方身上 要跟著我的生活模式 去這樣過生活 我覺得都是幾所不用 物思於人 對 你不想做的事就 不要逼對方去做 不要逼對方 如果大家都不想做就輪口做 沒有的 大家真的多拿出來說 透明一點 不要有什麼 在心裡 然後一直在介意 只要跟朋友說 還有 不要什麼都用一個很差的態度 拿出來 可能軟弱一點 或者女生 你不要遮瑕一點 有時候說 不如真的洗碗吧 真的很硬 我想睡覺 再不洗 然後他就會好一點 你不可以用雙手 洗碗 還不洗 不洗不行 哪有可能會這麼晚都不洗碗 雖然我的心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說出來 對方聽起來 都是人 都會有感受的 還有 有時候 他做得好的時候 大力讚賞他 他下次就會很願意去做 你要appreciate對方的努力 你不要覺得對方做這件事是理所當然 包容一下 對方說 對方說得很廢 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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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說得很怕 對 對 所有事情都是 盡量用開心 笑 說笑話 去令整件事美好一點 對 這個小Ending 對 好啦 今天我們的小同居經驗分享 或者我們這兩年的同居經驗之談 就來這裡先 如果大家喜歡這兩年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弄兩條新片的 福西日六介紹三點 還有星期日的十二點 對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要放狗啦 Bye Bye High Five 不要理我 不要free 不要理我 明天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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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眼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